每个点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 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 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 我们确实要得不能坏的冠冕 阿们 透过影像 我们来听超时班的赞美之后 我们来听主任牧师的正道天国第二十六 第一层天国第二讲 亲爱的各位圣徒 全世界及全国之交会各位圣徒 智商店各位圣徒 全世界通过英特网做礼拜的各位圣徒 各位基心观众 今天接着上一讲将说明第一层天国 第一层天国是信心的第二阶段 即凭新鲜得救后 为努力离弃罪 遵行神话语的灵魂 进入的住处 然而事实上 在新鲜的成长过程中 这个时期是信仰生活感到最艰难的时期 因为通过圣灵发现了自己的罪 发现了以前所不知道的自己心里的罪 因而对自己感到吃惊 对自己感到失望 在信心的第一阶段还不懂真理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罪 有没有犯罪 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是罪 但是到了信心的第二阶段 听这里的话语就会知道这是罪 我犯了这样的罪 所以是处在了离弃的阶段 征战开始了 那么这个时期就会觉得很累 进入信心的第三阶段也是一样 在信心的第三阶段 直到进入信心的磐石 为了离弃肉体的意念 又会展开激烈的征战 虽然下决心从此要遵行话语 但有时自己的决心又会轻易改变 从而跌倒 像这样当明知神的旨意 却未能保守自己的心 陷入罪的诱惑时 比之前不知道真理时更加困苦 因为圣灵在叹息 自己良善的良心 也在告诉自己不可那样行 此时绝对不能放弃 当小孩子开始学步时 即使无数次摔倒哭泣 只要不放弃 站起来继续行走 最终就会自己站起来行走 但是觉得独自站起来行走 过程很累而放弃 那么这孩子一生也不会学步 像生活也同样如此 在心性的第二阶段感到最艰难时 如果自己不放弃 寻求神的恩典和能力 恳切地寻求圣灵的帮助 就必能遵行神的话语 信心更加成长 因此奉主的圣明 祝愿圣徒们 把今天的话语当作能力 破碎信仰停滞的部分 使信心更加成长 亲爱的各位圣徒 在信心的第二阶段 是努力遵行神话语的信心 因而会进入第一层 天国永远的住处 并且不光只是嘴上说 真正竭尽全力 努力的人必然会改变 例如以前一个月 发十次血气的人 如果真的拥有 愿努力遵行的信心 那么发血气的次数 必然会减少 不光只是嘴上说 而是在行为上真心努力 一定会得到变化 这样下个月 发血气的次数 就会减少到八次 再下个月会减少到四次 再下个月会减少到两次 当然这也是一人而已 下决心就照其遵守的人 也会很快得到改变 遇到某种情况时 内心沸腾 但表面上却不发血气 这就具备了进入 信心第三阶段的资格 当然并非单止不发血气 就意味着是信心的第三阶段 这只是举了一个 以行为表现的所有非真理中的 一个血气的例子而已 不仅如此 还要送手完整的主日 现完整的十分之一 并且神说不可行的 至少不能以行为表现 但是这好比是乘船逆流而上样 会觉得非常吃力 如果不划船 船就不能向前 反而会倒退 但信心的第二阶段 会为断掉其余的事而感到吃力 但如果不尽全力 努力遵行神的话语 就会停滞或退步 你有可能再次倒退到 信心的第一阶段 或者完全陷入时间 就算信仰生活再难 也绝不能放弃以罪恶相争 对此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据说阿尔卑斯山山顶上 有一座别墅 距离别墅五米远的地方 有一个插着十字架的坟墓 关于这个坟墓的故事 是这样的 一位登山家在攀登阿尔卑斯山时 遇到了严重的暴风雪 他知道山顶上有别墅 想尽办法要穿过暴风雪 爬上山顶 但雪上加霜 太阳落山后 四周全变得黑暗了 他迎着越来越厉害的暴风雪 在黑暗中行走 但就是看不到别墅 像阿尔卑斯山的高山 爬十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地的地方是很容易 但在高处爬一百米都是不容易的事情 他在连一米都看不到的情况下徘徊 以为自己走错了路而绝望 最终他放弃一切 贪坐在那里 第二天 包风雪散去 登山的人们在山顶附近发现了冻死的这位登山家 然而事实上 他冻死的地点离别墅只有五米远 如果他在暴风雪和黑暗的苦难中不放弃 再多走五米就能生存下来 但他却陷入了绝望 最终贪坐在那里 可能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会想 就只有距离五米 难道真的看不见吗 但真的在暴风雪 眼前的都看不到 旁边的人都看不到 暴风雪是很厉害的 圣徒们反向着新一新的最终目的地 新耶路撒冷前进的信仰旅程中 有时会遇到暴风雪散的试炼 有时也会如徘徊在黑暗中一样 感到一片暗淡 这时希望大家能回想这个例子 在加把进就地站起来向前进 神看大家在如此困难的状况中 平行性站起来 避讳赐力量与能力 希望大家相信从此 神不会让大家艰难行走 还可以让大家奔跑 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 他们必如因展示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因此希望所有圣徒们 信仰生活觉得越是艰难 就越恳求神的大能 并且靠神的大能 迅速进入灵与全灵 亲爱的各位圣徒 信仰生活如同登山 需要不断爬上山顶 但有时却不再向上爬 停滞在信心的第二阶段 即第一层天国 这就如同爬上托时 因感到吃力 停在山口中休息 并且登山的根本目的 爬上山顶的记逐渐模糊 在山口寻找其他容易的事情去做 这如同在信仰里与罪恶相争 感到吃力而放在脑后 把精力放在下一件事情上 例如会认为 努力做各种释放就可以 或在赞美和舞蹈 异能领域 努力付出就可以 但是要知道 信心成长的唯一图境是 离弃心中的非真理 做内心割离 父神按离弃非真理 离弃各样的恶事 心中天充真理的程度 从上头赐给属灵的信心 这样才能成为完全的信心 另外在精中服事时 一定要有内心的割离相伴 当然比起不尽忠 不释放的人 担当使命的人 更容易成胜 因为担当各种使命时 会与自己性格不同 想法不同的人 发生摩擦 这是会发现 连自己都不曾知道的 心理的罪 抓住这些发现的罪 献上如火般的祷告 就会得到神的恩典和能力 并且会得到圣灵的帮助 因此 想犯罪的心理 渐渐变弱 想要心之理的心 会越来越强烈 然而在为神的国 祷告并近视的人中 也有长期停滞在 信心的第二阶段的情况 为神的国祷告时 凭真正的信和爱 按圣灵主管祷告的人 也必会做内心的割离 但是就像有的人 只喜欢做事奉扬 只喜欢做祷告 因此即使多为神的国祷告 有的人可能 也会回想脑海中的内容来祷告 而有的人会认为 我为神的国做了很多祷告了 而感到自我满足 近视也同样如此 遵照神的旨意 正确近视 并且献上神所喜悦的 近视的人 心愿 必会得到应允 但是有的人 为了离弃罪而近视的时候 会误以为 光是近视本身 就已离弃罪 从而陷入自我满足当中 近视即使向神恳求的表现 也是为了彻底铭记在心中 使自己顺服 即使考虑到近视时的痛苦与艰辛 也要让自己决心不能再犯罪 希望大家明记 并不是以近视或祷告本身就能割离内心 而是要通过近视和祷告 得到神的恩典和能力 这样才能做内心的隔离 有的人为了得应允 为了离弃罪 为了得到能力 离弃罪 离弃罪 但是却睡觉 离弃罪 离弃罪 不是为了睡觉 离弃罪 离弃罪 不只是离弃罪 而是离弃罪 离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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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ting 只想着神 不能娱乐 要发自立心的祷告 而且也要相信自己的近视 离弃罪 在要近视祷告的时候 要彻底反省自己 要知道与神的最强是什么 要先除掉罪强 这样才能得到应允 如果不除掉最强就进食 就得不到应允 白做祷告 如果为了离弃最祷告 就要努力离弃 如果不是这样 而是为了心愿想得到应允 那么首先就要通过进食 或在进食之前除掉最强 这样进食才能得到应允 而且要相信自己的祷告 已经得到了应允 要凭信心和爱祷告 那么经上有进食篇 希望大家看一看 来了解应该怎样进食 进食祷告中不能娱乐 不能与他人争吵 不能打破和平 在进食祷告中也不能发血气 如果和他人之间有什么误会 都要去解决 因此要献上得到神的恩典 和能力的进食和祷告 如果不是 就算时间 长时间祷告 进入灵 也会很缓慢 无论是祷告 侍奉 赞美 传道 探访 无论是某种形式的使命 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通过 割离内心 使信心成长 然而只注重祷告本身 侍奉本身 赞美使命本身 所以表面上 看似是尽忠的工人 实际上 却是处在信心的第二阶段 信心没有更加成长 下面要举例说明的一个长老 也属于这种情况 这位担当使命 一位神的国多多侍奉 因而得到了长老的职份 然而他因为有追求 自己益处的心和想法 所以在事业时 在做事业时 没有按公义走正道 在许多事情上 遮掩了神的荣耀 言语上缺乏诚实 有很多次的不顺从 也与他人之间有过摩擦 因此如果他凭自己的信心 只能勉强得救进入乐园 表面上看 他很有信心 他说自己胜手主任 经常参加大礼祷告会 尽忠于各项使命 说是努力地去做 然而因为没有割礼内心 有时发血气 与他人碰撞 对神的话语 曾多次不顺从 神看人的忠心 因此神一一查验了这些 可是大部分圣徒 不太了解一个人的忠心 只看表面论断 因此年底选拔新年工人时 这样的人也会成为为首的工人 教会有选拔工人的资格 为的是让圣徒们选拔 合乎资格的人 但圣徒们只看熟肉的一面 进行选拔 那么为什么圣徒们 选他作为为首的工人呢 现在我说的是进入第一层天国的人 因为他乐于跟从 怎样才能赚到钱成为力量 怎样才能偿还 挑拨款 建造圣殿 从一开始他的心始终如意 虽然他的心是好的 但问题是 他并没有离奇非真理 因此动员肉体的智慧开展事业 于是经常出现问题变得困难 经常发生借了钱 却不能按时偿还的事情 这样积累了数年 如此熟肉的情况 越来越变得艰难 于是渐渐地失去了属灵的充满 以前尽忠积累的奖赏 也随之被扣掉了 而且与神的罪强也越来越多了 就算为他做再多的祝福祷告 也领不到他身上 看似很快就能签一笔合同 但是连一个合同都没有签成 应该由神帮助他 但因为有与神隔绝的罪强 那么他与很多人有过争吵 为此半导过很多人 而且离开教会的人也有很多 因为借钱不还 所以离开了教会 他还与他人在教会正门外争吵过 这一切都是与神的最强 若继续放任 就会跌入乐园 如果时间再久 甚至都很难得救 然而在公益和爱中 在勉强能够进入低层天国的情况下 神接走了那灵魂 神照那灵魂的时候对我说过 他也不是因疾病归天家 神说 是因为爱你 如果照此下去 他也许会进入乐园 时间再久都不能得救 所以要把他接走 没过多久 神就把他接走了 他在主日礼拜结束 晚上回到家 晚饭后 躺在床上 突然就归天家了 神曾告诉我 他占据在天国占据地 告白的内容 下面就将其中的一部分 说明给大家 曾经在世时 违背神话语的 有太多 与人不和睦 说了太多 不诚实的话 我非常亏欠于神 非常亏欠 我没有诚实 我长期在这里的祭坛之中 但没有珍惜牧者 所传讲的神的话语 让牧者担心 非常亏欠 我真的错了 但我仍感谢 引导我进入第一层天国 让我以长老的职份 没有在乐园 作为万民教会的长老 进入第一层天国 实属感到羞愧 即便如此 比起在乐园 进入第一层天国 让我感到更加荣耀 我心得安慰 感谢父 让我进入第一层天国 仅此一见 向神献上 我衷心的感谢 从此 我要因得救的喜悦 和进入第一层天国的感恩之心 快乐 幸福 生活 各位圣徒 下面要介绍的第二位 是年迈归天价的一位圈士 这位圈士听神的话语时间长久 说是爱神爱主 但心中没有成就 神所喜悦的真理之心 虽然尽忠 但在神面前 没有完全尽忠 他也并没有行严重的情欲的事 为什么只进入了第一层天国呢 在讯论中的一个比喻 说明过 并不是心中充满非真理 只要不表现 就是信心的第三阶段 即使郭向生活十年二十年 不离其心中非真理 信心就不会成长 比如说在孩子的强求下 出席教会的父母 这样的父母出席教会 有一年 两年 三年 五年 那信仰依然没有成长 也不能圣生主日 也没有现完整的十分之一 那这样的信心呢 是不可能成长的 听神坏的时候 也不会得到恩典 属灵信心呢 是从上头赐给的 神没有赐给属灵信心 所以信心不会成长 然后如果有什么 吸经进入 在体内滋长 有可能会导致 身患重病 因为没有信心 所以会住院做手术 那这样做手术 结果让人满意该多好 但是大部分手术 结果都不好 都有后遗症 非常痛苦 如果这样痊愈该多好 但是又过了半年 又去医院 时间长了 再去医院呢 都说没有希望了 那时才来找我 找我说主人师我信 我要凭信心来接受祷告 那怎么能说是信心呢 在医院说没有希望了 就想要以抓稻草的心来到我面前 这并不是凭信心来接受祷告的 神不认可那是信心 那只是知识上的口里的告白 真的很遗憾 听真理的话语 离弃恶 才能拥有信心 但是却不那么做 所以当有问题的时候 不能凭信心得到结局 无论男女老少 无论是谁 抓住神的话语祷告 离弃非真理 成就真理 信心才能准确地有所成长 虽然这位劝使过下 生活时间长久 但仅以神的公义来看 实际上连第一层天国 都很难进入 然而他因神的爱 进入了第一层天国 灵魂离开肉体 便会领悟到一切 因此神曾告诉我 那时都会劝使 因自己能够进入第一层天国 感到非常感恩 并且又深感亏欺钱 各位圣徒 不是说这位圣徒就是这样 但有一种非真理 尤其自认为 我是长辈的人 很难离奇 就是失落 从这失落的非真理心中 又会衍生出很多主 感到失落 只要是因为自己觉得 自己所做的 得不到认可 得不到补偿 另外当认为对方 当认为对方不懂自己的心事 也会感到失落 我们圣徒们对孩子们 有没有感到过失落呢 有没有呢 有很多人可能是有的 从小就好好养育孩子 还好说 其实子女也有过 让父母感到失落的时候 一个孩子 从出生到成年 父母们会付出很多辛苦与功劳 辛辛苦苦养大成人 却不到自己想要的待遇 很快就会感到失落而生气 也会说出怨言 因子女们的一句话 而感到失落 有时会说 这样不懂我的心 有时会说 我是怎样把你养大成人的 怎么能对我这样 而伤心之余 也会感到恼怒 或者为了养育子女那么辛苦 现在什么用也没有了 从而伤心难过 失去喜乐和感恩 我们做父母的 是不是也这样说过呢 那样是不可以的 其实孩子们也有话说 那么大家对孩子们感到失落 那么孩子们也有话说 我也是为了上学 努力学习 没有好好休息过 放学回来就去辅导班 暑假也上辅导班 学习那么累 其实孩子们也没有话说 至今有很多学生 或年轻人自杀 应该要彼此理解 不要认为养你那么累 难道就不能说 虽然辛辛苦苦 把你养大 但你能健康成长 就已经很感谢了 相互让一步 不要觉得不满 相互对话 这样彼此就能更加走近一些 并不是只有世人如此 在信神的人中 也有这样因子女而感到失落 感到痛苦的情况 这不仅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而在秩序上 上级和下属的关系中 也有因彼此而感到失落 发生争吵的情况 上司没有好好服侍下属的时候 会感到失落 上司不认可下属的时候 也会感到失落 这种失落的情绪 一旦积累一次两次 心中不满 就会说出抱怨的话 还会夸大对方的弱点等 由此衍生出各种恶 夫妻之间也是一样 我做妻子的说 我努力地做神家的事 而且还做家务 照顾孩子们 丈夫却不懂我的心 所以偶尔发血气 那这样的话妻子就会感到失落 就会想 我也那么辛苦 难道就你一个人在外面辛苦 养活家人吗 如果这样想的话 就只能疏忽于丈夫 这样渐渐地就会受伤害 更严重的是 但是丈夫不是悔改 而丈夫也是一样 不平不满 产生情绪 本来希望妻子能好好地服侍自己 但是得不到服侍 渐渐地丈夫就越来越感到不满 最终导致说不该说的话 说要离婚 偶尔有这样的导致离婚的情况 那么离婚之后呢 就后悔 后悔以前知道真理的 就不会这样了 如果自己能破碎 谦卑 好好服侍 就不会至于离婚 都怪自己 如果不是认为只有自己对 如果我对他能更好一点 就不至于这样 那么有一些后悔的人 就是来接受我的祷告 那么分开之后 就想念对方了吗 有的时候呢 还更想念孩子 偶尔呢 有人会后悔 那么如果我们感到失落 也会生病的 然而也有这样的情况 因自己没能受他人服侍而感到失落 虽然没有直接表现 但是也有用其他方式表现的情况 因为对方严重违背了人的本分或礼节 所以我大声斥责对方 这是作为上级应该说的 这时自己也是知道自己是否因为对方而感到失落 说话时是否带有情绪 而周围的人多多少少也能感受到 然而当自己的意和框框强硬时就会说 不是因为我心中不满 想要受他人服侍 而是为了对方 这句话我一定要说 就这样忍不住 说一些粗鲁 强势的话 但希望大家一定要领悟到 正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所记载的那样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一样 如果自己心善就不会说出恶的话 不会骂人 不会发血气 但有些时候是要发血气的 我们的主拿绳子做成鞭子 推翻桌子 主发大的血气是因为羞辱神的圣殿 这绝不能容忍的 如果容忍了 庄主不知道 就相当于在神面前吐唾嘛 藐视神 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在这世界哪还会有人向主那么温柔呢 主不喧壤 不争敬 那么恶的人呢 想要人也会行恶 说恶的话 下讲开始将说明第二层天国 下面说结论 亲爱的各位圣徒 这时间说明了进入第一层天国的信心第二阶段的信仰状态 并且举了实际的例子 我为什么要举归天家的圣徒的比喻这样说明呢 那么大家要听话语的时候要发现自己 那么自己有没有硕士金中也是不是像他那样的心是不是也在那么做 如果是就算努力去行 你只能进入第一层天国 弄不好还能进入乐园 现在我在说明为什么会是这样 所以当举例说明的时候 大家要发现自己 我是不是和他一样 我和他相比有多少不足 如果比他强又强多少 要这样发现自己 知道自己才能过更好的信仰生活 而且要知道怎样过信仰生活 自己的信仰达到了什么程度 信心有多少 如果今天神照我 我能进入哪一层天国 要会明确地诊断自己 因此希望圣徒们更加检查自己的信心 以诚实的行为经过信心 努力进入更好的天国 那么说到信心 信心呢也是有不同阶段的 但却不懂这些 只说信心 只说我信 那怎么可以呢 要知道如何拥有信心 如果是自己成长 信心呢也有不同阶段 这样才能察言自己努力进入天国 因为神说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为什么要征战呢 天国是幸福的地方 为什么要征战呢 为什么要努力才能得着呢 神说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所以要知道天国有不同住处 努力进入乐园 第一层天国 第二层天国 第三层天国 直到心也就散了 所以要知道 而且要知道信心 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信心 属肉的信心 信心也有不同的阶段 天国也有不同的住处 要懂得检查自己的信仰状态 才能正确地过信仰生活 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 信心是什么阶段 只是无说信 这样过信仰生活的人有很多 还说死了才知道 有没有天国和地狱 死了才知道 因为不信 所以死了就会落入地狱 那么怎么能得救呢 人是因信得救的 但却怀疑没有信 怎么能得救呢 圣经里并没有说 怀疑也能得到应允 怀疑不相信也能得救 人是因信得救的 如果信就要想 要知道神 耶稣为什么是我们的救助 也想要知道天国和地狱 想要学习神的心和旨意 知道了才能过正确的信仰生活 因此奉主圣明 祝愿所有圣徒们 因神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 从而向新纽罗撒冷奋力向前 通过影响来接受主义牧师 为患者做的祷告 有疼痛之处 软弱之处的人 把手放在疼痛之处 接受祷告 没有疼痛之处的人 把手放在胸前 为心愿 凭信心 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 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手 在所有接受的祷告 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做工 在机仙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英特网和屏幕 接受祷告的支交会 支声店 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 赠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 否印的意念和疑惑的失灵 并驱走一切事态和患难 除非用圣灵的火 原本的光 烦并抑制他们 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尾根骨节 全身神经 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 丑德魔鬼撒旦 以及疾病 病均软弱地退去 光暗尽入吧 求佛用圣灵的火 将所有绝症 完整 焚烧净进 击退 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 病均不能进入 求佛保守 求佛使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医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腹科病 皮肤病 甲状腺疾病 以及碎炎症 也都得到痊愈 也就复食 小儿妈病 中风 肝肝癌 腰肌间 盘突出症 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内的一切疼痛 都消失 癫痫 自闭症 抑郁症 躁癌症 神经衰弱 等一切精神疾病 也都退去 我吩咐 麻痹 瘫痪的得以释放 瘫子 要起来行走 跳跃 模糊的事 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点 要听得清楚 瞎子 要看见 笼子 要听见 哑巴 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事故 后遗症得以洁净 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 烫伤 得以痊愈 火毒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父爱 求你做工 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 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 中毒 也得以洁净 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 此人也复生 求父给 不能怀他的赐语 怀他的祝福 得到怀他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 仇敌魔鬼赛旦 空中掌权的重恶魔 都退去 他的重视者 也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 污秽的灵 虚晃 诡诈的灵 挑拨离箭 迷惑的黑暗势力 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光暗进入吧 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 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弃罪恶 成就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 一周间 从各种事故 灾阳中 得蒙保守 度过亨突势力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 天兵天使 煮火源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所有神 儿女们的家庭 工作 事业 将智慧和名字 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 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 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 火热爱闪的学生 祝福您儿女们 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荣耀归于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